我們今天現場也請到了這個桃園市議員 牛許婷 我們要來請教這個議員 議員早 議員你好 我們要請教議員 我們要請教議員呢 這個負責副總統賴清德 為安的萬里 警衛市主任謝靜華 他爆出了爭議 而且呢這個總統蔡英文 前這幾天呢 他的表姐夫吳明洪 也要接任了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長 外界的質疑聲浪不斷 不過呢這些人 仍舊還是要接任的 身關的身關 到底為什麼非要他們不可呢 不過我想第一個我們談這個 蔡英文的警衛市的主任 這個破格的問題 我想任何一個政治人或是政權裡面 通常都會有一些自己比較親近的人 比較信任的人 這倒未可厚非 但問題是你針對這樣子的人去破格 讓他延遇 這個事情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他兩個破格 第一個叫做他可以破格延遇 我可以等到我本來上校應該要退伍 但是我可以讓他再等一段時間 等他伸上去之後再來做安排 這是破格延遺的部分 第二個是破格補測的部分 一般來講這個不管是軍人 你各個階級本來定期都要做體能測驗 但他總是可以以公務繁忙為由 然後來拖延這個體測的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還換了項目 理論上該跑3000你就是要跑3000 但他還可以換成5公里的進走 所以他也是給破格改變體測模式的方式 那我想這兩個破格 最大的傷害就是他打擊基層的士氣 如果說讓這樣的事情變成一個常態 就是說只要你有關係就沒關係 這些制度就可以被跳過去被忽略 那對於認認真真勤勤懇懇服役的基層官兵 或者是在社會各個角落 按照規矩好好做事的人而言情何以看 我們到底還要願不願意相信 這國家有法治有公平的制度 跟人人都有機會的這樣子的一個社會呢 還是說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的社會就是要有裙帶關係 我們要認識高層 我們要取得高層的信任 我們要成為他們的走狗跟鷹犬 以及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換取自己發展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個爆發出來是會讓 我恐怕不只是軍中 而是所有認認真真老老實實的人 都會對國家非常非常失望 那剛剛第二個講到 這個英文總統的表姐夫的 這個 升任行政法院的院長這件事情 我想這個再一次展現了民進黨的黨性 就是說 過往很長一段時間 民黨裡面一直有聲音就是說 這個中華民國的公務員體系 都是一群黨國餘孽 他們是沒有辦法好好使用的 所以他們要培養自己人 那我必須要講 如果你要培養自己人也未可厚非 但是第一個你要用的是人才 那第二個 但是看起來民進黨現在的狀況 就是你連親屬都用上來的時候 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就是你整個政黨培養出來 恐怕你也是弄到 無人可用的一個境地 必須連親人都要上陣 那第二個可能就是他包藏後薪 其實本質上他就是要偷渡自己 非常信賴的人或自己的親屬朋友等等 然後其實是包藏私心的一個行為 那不管是哪一種的人 對於中華民國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災難 我想這是 我有時候講這些題目 我都會覺得蠻無必的 就是說到底 平常認認真正的 我們剛剛講的是軍中的 這個 這個 升遷的問題嗎 那同樣在公務體系 司法體系裡面 這些基層上來 也都是認認真真的念書 考試上來這群公務員 那他們的機會在哪裡 他們其實沒有什麼政黨色彩 他們就是事務官僚出身的 那這些人難道不值得大家 多關注一下 他們的才能跟能力嗎 他們難道不應該有更多的機會 跟話語權嗎 但顯然在民進黨執政的 這樣子的一個大的氛圍之下 所有的東西 都是有關係就沒有關係 所有的東西就是有人際關係 有人際裙帶才是最重要的